你凡星 针对我 冤枉 不好了不好了 惨了惨了惨了 就算我要走 你也不用化成这样啊 我是来扔向日葵的 凡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整个人就过敏了 连肿子像出头一样 就就就 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 我看见夜机器吗 什么夜机器 叶凡星啊 他去演播室了 他不是严重过敏吗 他硬生生的输了两瓶过敏药 就这样撑着喽 跟平常一样上场了 我告诉你 五年 凡星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节目 这次也不例外 对了 你被开除的信 他追回来了 他把责任揽下来 说他自己搞错了 没看清楚 节目的最后 我要为上期念错 慈善善款的事情 向大家道歉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原谅 也希望可以消除 所有不必要的误会 谢谢大家 我记得你最讨厌到我 更大的世界更远的梦想 凡星有约 我们下期见 好 那我脸 你笑得多甜 你都笑过 都淋湿你一双眼 多考验的眼前 总让人想 你干嘛这么逞强啊 严重过敏 会要你命的 你知道吗 没事啊 爱情 你快跟我出去 好 一个大男人 随身携带创客贴 居然还是海绵宝王 你也太幼稚了吧 怎么了 我就奇怪了 你怎么知道全公司都是向日葵啊 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谁知道你过敏这么严重 还这么拼命工作 连命都不要了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你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我开除了 我不是那种公报私仇的人 好好干吧 而且 你当初如果承认错误 跟我道个歉 你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我告诉你啊 行动上的道歉 远远比语言上来得要实际 你像我这个人 就是只看结果 不听你怎么说 只看你怎么做 所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助理 加油 助理 我是你的助理 你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哦 我就说嘛 繁星姐是个特别有担当的人 所以我请她喝咖啡啊 也算是一杯咖啡免恩仇了 对吧 谁要跟你免恩仇啊 我是为了四月而来的 就是 对了 听说你每天都要来咖啡店打工 是不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 所以要替补家用 我妈身体已经好多了 对了 繁星姐 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吧 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 刚好我们也想为上次的事情 谢谢你呢 嗯 好啊 待会儿我去看看阿姨 好啊